基本上我們看到 就算縱使說現在看起來 農委會或是相關單位講說 2023為止34個品項是736萬美元 可是就像趙大哥講的 拜託 這些每一項農產品 每一項漁產品 都是一個家庭或一個家族的生計 你怎麼可以說今天736萬美元 好像就很少 我就沒有感覺 怎麼有這種完全沒有感同身受 或同理性的政府在那邊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看到20231到11月的數據 日本也降 日本整個銷日的平均 降了1億美元 下降15.2個百分點 是2009年金融海嘯 到現在銷日的農產品的新低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也在降 日本也在降 我們的通路 變得越來越限縮 越來越少 但你可以說是日幣貶值 或是日本加入RCEP 可是你要知道 日本跟韓國跟中國大陸 接下來RCEP 接下來FTA 甚至中國大陸跟這些東南亞國協 正在密集的要把這個貿易談判 未來的農產品全部都要零關稅的狀況之下 台灣的準備在哪裡 他想說我們趕快外銷到一個精緻的農業 更多的國家 可是現在連日本都在下降百分之15.2% 你要叫這些農漁產品 農民漁民怎麼辦 所以你這邊看到鳳梨 巴勒 對不對 鯧魚 帶魚 青江菜 這些台灣人很多人種 那你一項一項一項加起來 這就是我們所有的市民 所有的百姓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剛才看到那個手板 農委會也好 陸委會也好 風險很低 影響有限 不會影響大局 你這種是政府官嗎 你這種是父母官嗎 我覺得聽得很難過